是 院长 刘总的死亡原因查明了 是血栓偷漏造成的肺栓灾 怎么会发生在他身上 那么小的概念 我申请事故调查 申请处分 手术是成功的吗 怎么会这么巧就碰来这个事情呢 人已经没了 算了 这么复杂的手术也难免 晓琳啊 你创造了几百例手术 百分之百成功的功能 这个成绩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被掩盖的 院长 你还是骂我一顿吧 你骂我一顿 我心里还能好受一下吗 晓琳哪 侠不言语 我没有看错你 院长 我还是要进行死亡命令讨论 要不然我心里过不去这块 死亡命令讨论 以后再说 这是我的命令 目前压倒一切的 是要把这个中心保住 不然的话 我们所有的努力就都白费了 知道吗 晓琳啊 你不能太自私 不能只想到自己 这件事情 到此为止 我们真觉得对不起刘主任 这是我们专家组对这次医疗事故的责任论定 这是我们专家组对这次医疗事故的责任论定 经专家小组的解剖鉴定 林紫阳同志 在对刘嫂的病情诊断和处置问题上 是没有问题的 她的医疗新技术在运用过程当中 也没有特殊的问题 手术本身是成功的 那么死亡原因是这样 因为术后并发症 在术后恢复阶段 血栓脱落 导致肺动脉栓塞 造成出损 不是 你 你们这是 你们这是为林紫阳在开拖啊这是 根据国务院最新颁布的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第33条 在紧急情况下 为抢救危重患者的生命 而采取的紧急医疗措施 造成不良后果的 由于患者病情异常 或者患者体质特殊 而发生的医疗意外 不属于医疗事故 我说院长 你把我当里面天给过了 你当我什么都不懂呢 自打我姐姐死了以后 这方面材料我天天在看 在材料上明明写的 属于是医疾的严重医疗事故 这在形式上叫什么 叫 叫叫 叫医疗事故罪 而是要判刑的 这是我们院当委 经过认真研究以后 汇总的专家组的意见 和留准的意见做出的责任认定 不 姐夫 姐夫 姐夫你说两句话 这咱接受不了的 不能这么接受了 要这么完了 我姐爷可就白死了 姐夫你说句话呀 姐夫 我姐姐夫 我姐姐姐你死的绝 你 你死的冤啊 医疗监定已经出来了 这件事跟林主任没关系 你说也没关系 你走开 你们都是一伙的 你们都穿着白大蝸 我不管 姐姐你碰上个假大夫 这个林子阳 他杀人不长命 你这么说林子阳 他已经尽力了 这事没轮到你身上 轮到你身上你试试看 好好好 姐也顺便吧 真的 你的事情我们可以理解 但是你不能这样 还我命来呀 你干啥呢你这是啊 姐夫 我 我要替我姐讨回个工当了 好惨 别这样啊 走走走 回家了回家了 回啥家呀姐夫 我姐姐都死了 我哪还有家 姐没了你姐夫还在吗 你姐夫家就是你家 走吧 走走走 姐夫 我替你 那我姐的是 你当我替我 我让林紫阳的天天看着我 已经成家 我就不信她能够抹下良心 姐夫 你娘 孩子 行了 赵了 回去坐吧 回去坐吧 我说兄弟啊 你现在闹还有什么意义吗 咋没意义了 有意义啊 姐夫 看医院怕啥就怕闹 姐夫 你听我说 你不敢闹没关系 你是医院的 我来闹 我必须得让他给我一个说法 我必须得让他补偿 人家把医疗鉴定都给你看了 这血栓脱落呀 跟你啥说法啊 补啥场啊 姐夫 你被这医院 是不是当三 三岁小孩 给糊弄晕了你 这一个大活人 让他活活给治死了 就说完了就完了 一张破诊 说算了就算了 没那么简单 兄弟啊 这人都没了 你 你就别再给医院找麻烦了 好不好 我求你了 你要是缺钱 姐夫给你 行不行 不是 不是姐夫 你说啥呢 我那钱是为我自个儿要的吗 那你要干啥呀 啥要干啥呀 我是为我那卫生职 我那外生人以后要 她要上大学 你那点破工资 你给我干啥的 再说了 那钱是我姐 她用命换来的 我一当弟弟的 我能还她出来呀 你能说 你说什么为了这个 你 你就不要给人医院 你 哎呀 你要是这样的话 那你就给我消停点吧 别再物理取闹了 这 我真受不了 你说啥 你说我物理取闹 你看着我 姐夫 你居然说我物理取闹 那你 你比谁都清楚 啊 姐夫 我一臭瘸子 从小没爹没妈呢 那我是靠我姐姐一把一把 把我给带大的 我现在为我姐姐 去讨回了公道 你作为她的丈夫 你居然说我物理取闹 你这是啥 你什么也别说了 你 你听我说 我告诉你 我现在算什么都明白了 你好好当你的国家干部吧 你好好当你的优秀党员吧 你看你说的 咱俩从此以后 一分钱关系都没有了 你给我等着 我还让你们都知道 你 把 哎呀 老弟呀 你看看 你这是干啥呢 你这是 走开你 你等着 你 这 我跟你说 我心里也难受 但你不能这样 你等着 我让你们弄见识见识 你等着吧 你们都 这 哎呀 大家 回来 回到学校好好学习 别惦记家里上的事 我不回学校 我要跟你一起 把我妈的骨灰送回老家 孩子 家里的事有我呢 你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 要是学习 你怎么总是叫我学习啊 爸 你怎么就这么耍弱呢 我妈就是一条腿骨折了 就算他刺喊鸡了 他也不至于要命吧 爸 你爸是学医的 你还有你爸的活动 别整天跟着你救后面家气混 你爸 你爸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不怪医院 要怪 只怪我没照顾好的 他还在林子阳的病房里被治死了 他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那是林子阳的病房 那是医院的病房 医院 你就是为了医院的名证 你才不敢抗争的吗 啊 这样你就可以不退伍了 你就可以 当你的领导 当你的主任了 你混蛋 你再这么说我揍你 你造我吧 造我呀 你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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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蛋你 你 爸 我姓我妈 我姓我妈 妈妈 孩子 你妈没了 我知道你心里能够 但是我心里也不舒服 你妈这么好的人 她都不要我 还嫌你爸过得不够悲剧是吗 你妈现在没了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对你 不要啊 妈 要不 要不爸跪下求你 上学校上学 爸 爸 我会学校 我会学校还不行吗 爸 就是这样的对 这就对了 你妈过来 都打他 你没事 没事 以后爸多照顾你 好嘞 去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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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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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进 院长 这是我全部的积蓄 有三十多万 麻烦你们帮我转交给刘主任和她弟弟 就以医院的名义给他们吧 你这什么意思啊 我就是想表达对刘嫂死的歉意 这事你没责任 就别再结尾生智了 我是没责任 可是我心里不安 要是出了事都让个人顶着 那还要我们组织干什么呀 把人拿回去 政委 这就是我的一点心意 你们就成全我吧 林子洋 你能不能不走极端 你赔了钱就是英雄了 你赔了钱就心安理得了是不是 小挺小挺吧 好了好了 小林啊 你平静一点 每个医生都会 都会遇到这种考验的 刘嫂的弟弟我们会安抚 另外已经跟她谈好了 处理后事这些条件 是吧 她不会有意见的 你呢不要受这些影响 用救治更多的病人 来证明自己 行了 你呀 把东西拿回去 别再折腾了 老婆 咱要走了 在走之前 我再陪你到这个房子来看看 这是你最喜欢住的房子 战子一走 啥时候回来 就说不上了 这套房子 这套房子 这一个城市 把我的心都搅拦了 我是不想再回来了 人这一辈子 这也算是一种追求吧 老婆 我就是为了 能让你过得好一点 能让你快乐一点 可谁想到 会是这样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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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谦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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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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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我跟着你就受苦了 你这 这下咱们好日子可到了 老婆 你是个军嫂 你是个优秀的军嫂 你知道吗 不是 我这样说话话说话 你军嫂的一切不都部队给的吗 现在一年有点困难 再体谅一下又咋了 没部队能有我今天吗 不 我的优秀军嫂 我也得住房子吧 对吧 你现在不是有的住吗 什么有的住啊 我没你这么好说话 这房子是领导分给我的 我做主 我还就让了 要了 对 让了咋了吧 好 就冲着他 他炸了 咋的 我在领导面前我也表个态 你啥态 离婚 你走啊 就像是一座山堂 我这心里走 总是啾啾的 不踏实 泽啾的 尔律 你让我以后怎么过 你太狠心了 你走了 我一个人 我照顾不好的 我恨我自己 我为什么不拿恩怨力 大家给我做了 为咱捐的钱吗 为什么 马上就好了师父 好嘞 来 老刘 老刘 离开 你不跟院里说一声 派个车送送你吗 不麻烦你 俊辉呢 我让他上学校了 回去吧 老刘啊 这阵子 我让你吃了不少委屈 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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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说不说 他活着的时候 我总觉得时间很多 等退了休之后再陪他 但是一扎远的功夫 啥都没了 想陪都陪不了 老刘啊 老刘啊 不说了 上车吧 走 都保重吧 回吧 回吧 三床这个病人呢 应该再看紧一点 护士长 你把护理工作给大家安排一下 林主任不在这段时间呢 我希望大家能够更努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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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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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交班吧 好 这是这两天的情况 十床的病人呢 已经康复了 三床的病人 恢复得不太好 你看一眼 这是我开一种袋 这个三床上次束缸缸 不是特别好 所以找个机会 我们还应该再给他重新做一次手术 另外 这段时间我不在 辛苦大家了 刘主任和秦主任 他们都已经走了 废话不多说了 马上就到了 后勤部评选的关键时刻 我们这个医院能不能保留 就看我们这个中心 在最后的评选中 能不能胜出了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加把劲 一定把我们这个医院保留住 好了 查房吧 好 好毕叔 我是王院长 对对对 我们那个 创伤外科治疗中心 怎么样了 其他首长都已经同意了 可是 我看部长这儿要卡 看部长的口气啊 林子洋不亲自来一趟 恐怕没息 我 好好好 我知道了 谢谢你啊 好 林子洋 都什么时候了 快起起起起 还帅酱呢 起来起来起来 去去去跟我一块 去见这个预复长啊 你自己去见不就完了 我跟你说 首长点名要见你 你现在比我吃钱 知道吗 来来来来 快点快点快点 穿衣裳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 到车上穿车上穿 穿上穿的衣服都不让穿啊 来来来来来来来 这么多医院看着 即使我没有意见 其他的首长和其他的医院 也会有意见 您让我怎么笔合 那要是我们这个中心 能特别突出 您是不是就能破例了 特别突出 你怎么特别啊 我创造了全国第一 还吹牛你 去批钱还有十几天的时间 你怎么创造全国第一啊 那我要是能创造出全国第一 您是不是就批了 可以啊 你要真创造全国第一 我一定给你批 空口无边子 咱们得立个军林状 好啊 立个军林状就立个军林状 来 立写吧 请您也在上面做个屁事 免得到时候您不认账 嗯 你小子烦了你 您该威胁署长 如果说这是威胁的话 那也是您先威胁我 君无戏言 哎 那小子 好啊 我可以签 但我丑话说在前面 你要是给我玩不成日子 我可以开除你了 我俩开心签 我会什么事 给 好 给 谢谢余部长 好 没事吧 那小子 我带着怎么小子 小小子 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军林状咱们可是立了 你可不能食言啊 你要是食言的话 哎 咱们就都没面子了 对吧 我也是脑袋一热 你先等等 好 我要等下不救 哦 是 好 那您再回来 林子洋 我问你 我女儿余来得也不好 余部长 要是因为这个事 要不您打我一顿 我不会揍您的 我就问你句话 我女儿来得也不好 她很优秀 是我不好 还有一点自知之明啊 林子洋 你和田田的事儿了 现在落在部里面上上下下 左左右右 满世界的人都知道 你现在又这样 你让田田怎么办 你让田田找谁家 你是不是又太不负责任了吧 余部长 我跟田田什么事儿都没有 你可以去问她 我就知道是你女儿 我就没敢 你 当今我揍你小子 我让你也不敢 小林啊 我现在不是以不找的身份 在跟你说话 我是以一个父亲的身份 在跟你谈话 你明白吗 你那点事啊 我们都知道 你爱上的人呢 人家有家庭 有孩子 你总不能做 第三个插足的事儿吧 你不能去破坏别人家庭吧 再说了 这第三个插足 破坏别人家庭的事儿 部队也是不容许的 你好自为之吧 不管怎么说吧 不管你跟田田最后怎么样 但你也算一个不错的小伙子 你好好把握吧 前途要紧啊 小伙子 刘大伙 刘大伙辛苦了啊 辛苦了啊 辛苦把我们小孩种植好了 您稀好了 这是我们自己种的习惯 您不不不不 应该我这 你拆一场 拆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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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就一个就够了 好好谢谢一个 不行不行 不不不不 这牛不是吹出去了 我这全国第一在哪儿呢 老师就别说这么多呀 刘大伟 你的全国第一怎么样了 你怎么来了 我说没心情开玩笑啊 没跟你开玩笑 你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 创造全国第一 我现在需要危重患者啊 这不就对了吗 我把患者给你送来了 赶紧的 快快快快走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正在蓝天医院 断织在职手术的手术现场 你看 这类手术如果成功的话 将标志着我国断织在职技术 又跨入了一个新的领域 这个手工 成功吗 成功 成功 李博士你好 李博士你好 我是东宾电视台的记者 我想采访您家 部长 打扰 自带厨 快 吃饭吧 是 你成功给了小子说一下 我去他吃个饭 哪个小子 明治顾问 林子洋啊 什么林子洋 我说林子洋了吗 这按老家的说法 这当老子要请吃饭 这就算订婚 你胡说是 你胡说是 这一胡 想的没 他走来小子的你 那你请他吃饭了吗 我去我呗 来 喂 王学长 你好 你好 这样 你们那个外科中心那个 还是叫林子洋啊 作为学术对头人啊 那猜猜竞选吧 对对对 我看到了 正在看了 陈总 王浩东那边的工程财务明显根本对不上 还有就是他搞来了一大批费就钢材 你得盯住了 只要咱们俩联手 这个项目 绝对没有问题 我看你最近也比较烦 我想你是不是抽一点时间 把那些事情处理处理 毕竟这个协议签 剩下的都是些程序上的事情 银行贷款 施工啊 这个我来操作的工业 我找了一家熟悉的银行 没有风险 也不需要研制 但是人家就有一个要求 需要咱们的公司资产作为抵押 这块地是以你公司的名义竞拍的 可能就得抵押你的公司 你觉得可以吗 还可以或者是以你公司 也贵了 您是小董 最能处理的 找个门啊 起来 坐好了 太困是吧 爸爸给你交代起个事好吗 这是爸爸当兵后 领导的第一个月的今天 我一直舍不得花 小时候你爸爸家里很穷 吃不饱饭 我就是靠这笔钱 才有了今天 爸爸当兵之后 一直想成为将军 可是我成为英雄不久 战争就结束了 后来爸爸想成为伤害里的将军 靠着自己的奋斗 终于建造了自己的商业帝国 小玥 记住 爸爸永远是不可战胜的 妈 这个你留着 这张照片 你妈妈十九岁时照的 多漂亮啊 有一次打仗 爸爸负伤了 我当时就是手里 攥着你妈妈的这张照片 爬呀 爬呀 爬了两天两夜 爬毁了自己的阵地 赶上了最后一辆卡车 找到了你妈 爸 你跟我说这些干嘛呀 儿子 你爸爸是永远不可战胜的 你爸爸是永远不可战胜的 将来爸爸没了 不许哭 你到底说这些干什么呀 我都听不懂 记住 要像个爷们一样 停止了药 嗯 这是我过去 写给你妈妈的信 我这个也交给你妈妈 记住 你老子是英雄 你老子永远是英雄 来 笑语 嗯 让爸爸亲一口 爸 你怎么了 没事 把这个包 交给你妈妈 来 儿子 睡着 躺下 别让眼睛 有没有 你老子都吃了 你老子嘛 要是不在家里面 你老子很担心 我来的 你老子呢 我老子都看见我了 你老子 你那边 然后跳啊 你老子 你给我出问题 停工 马上停工 不许干了 收张活放下来 姓王子 你偷工减料 这楼要再盖下去会出事的 让他们马上停工 你太夸张了 海凤 这不都挺好的吗 怎么了 我告诉你 今天你要不停工的话你就打死我 打不死我你就不是爷们 停工 马上停工 谁也不许干了都给我停工离开这个地方 再不离开要出事了 马上停工 小伙子 不许干了 马上停工 你们都不要干了 那我就先走了 最后一笔款子一到 一个 小伙子 你别针 真把我打死 阿龙龙 快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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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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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喂 爱哪位 我是 爱田大姐 你好 我知道了 那 那她现在去 去蓝天医院了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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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谢谢你啊 田大姐 再见 师傅 去蓝天医院 这边不良好 你看 您这边 您好 是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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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们让一下 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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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别人过去 别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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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陈 警察来调查了 陈海芳 因楼层坍塌事故 女婿要配合我们做调查 可是警察同志 她现在刚刚醒过来 是吧 能不能 什么也别说 我一定配合 带你过来 封报纸吧 对 来 应该什么报纸 好 名声 一块是吧 对 对 谢谢 对 我知道 好 行 那你有消息告诉我啊 谢谢 官局那边有没有什么消息啊 我找了些关系问了一下 他们都说性质挺严重的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他不是直接责任 应该没什么大事 现在消息疯得太死了 因为了解不到情况 反正这事心里不太有底 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 应该找一个好一点的律师 你也别太辛苦了 是 正找着呢 我得去趟那公司 谢谢你啊 再见 对 我 falando 我在拍емон count 跟公司 这个然后公司 有个电影 好